我们得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瑞士地震规模检测以来 最高的最强烈的地震就是发生在智利 9.5的规模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年1960年的照片 那一年多可怕 我们现在是台湾是闻921色变 那边是闻521色变 旁边还有房子存在 这还可以存在 看整个地裂开 那当然不止啦 它这些照片惨不忍睹的太多了 那当时是9.5的规模 这次智利是8.8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想想看在当时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 都是当时照片 而且最严重的就是它连续还有余震 余震的话光是规模8以上的就3次 规模7以上的超过10次 我觉得那是在一个月内 海地的智利 几乎世界各国如果发生很大灾难的时候 后院政府就开始推责任嘛 像这次智利也在推 推说是官方没有 那个军方没有依报到 这个会发生会去的海啸 然后军方说是救灾单位没有讲 这次来推去啦 这张是什么 火山爆发 哦 所以它那个地震会引起火山 以前1960刚才浩平讲 1960是资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嘛 那是9.5 9.5 后来一个月以内 这个火山爆发了六次 火山爆发六次 又火山爆发又海啸 对还造成三次新的火山出现 那海啸高度有高达25公尺的高度嘛 最差的一次 最前的一次还有8公尺多 而且它是那个海啸不只是影响到智利 它整个经过太平洋地球 如果看这个整个世界地图来讲 智利在这一边嘛 1万9千多公里以外是这个所谓的日本这一台 它从这边海啸25公尺高的这个海啸 这样一路奔袭到日本 22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日本那次灾难也很惨重 那次也倒防护倒了好几千千 有800多人死亡 那次海啸 所以他们这次不敢钓鱼轻心 测了40万分 先是15个小时以后 15个小时先到夏威夷 夏威夷的海边的那些摧毁以后 22个小时到了日本 到日本以后 那刚才讲到800多个人死亡 而且甚至我们在台湾的基隆 当时就说 因为海啸之前 大家可能要注意就是 它那个海边的海水 是被慢慢抽走的 所以他们就发现 怎么有这么多的海产都浮出来 大家去捡 结果有200多个人 后来当海王来的时候都被冲走了 我觉得台湾人真是勇敢 人家日本撤了40万 对不对 海边的 不过台湾人还有人特地 您不公布还好 一公布说下午2点到几点 会有可能会有严防海啸 还有人特地报游览车去看 不过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刚才我说那种地图 它从太平洋东部 这边海啸产生过来的时候 台湾的东部它有一个大断崖 大断崖挡住 所以台东这边可能 人口比较稀少 那这个大断崖过来 这边西部受到了影响 如果有海啸的话 影响比较 基本上不会像智利 你看这么狭长的国家 一冲就冲 冲过去嘛 所以我们影响会是花冬 对不对 花冬会 对 那上次我们记录上就说18... 1867年 那个基隆大海啸 像基隆那个就没有花冬 整个断崖挡住嘛 所以基隆首当其冲啊 那是地震才7嘛 7基隆那次 那次还好是基隆能口还很少 死了又很多人 那个海啸来的时候 所有民众又没有这种海啸的知识 看到那个海水退了以后 还下去捡鱼虾壁壳 凶鱼虾 这就撞到的 那边海盗中后来的时候不得了 其实是 第一个是远近嘛 第二个是你的地形浅跟深 如果你地形很浅 就像这个 那你这个 这个部分它开始这样跳动之后 那个地方本身浪是不大的 它开始越来越接近陆地的时候 你陆地越浅 它那是一个大的水轮在转嘛 所以那个分子这样跑 那一进来的时候 所有能量就浮到 这个上面来 所以它那个浪可以高达二十几公尺 对不对 那你远的就会矮一点 但是日本人对这个事情是很慎重的 所以你看测那么多人 虽然后来没事 对不对 可是大家一样配合 我觉得台湾也要有这种 也有这种观念 对不对 要不然 你这个不准备 万一来的话 你一定是 是食伤很严重嘛 生命财产安育全 市立总统就是给人家没发布那个海啸 造成那个滨海小城 那个海啸过来的时候 来不及逃生 那不是有一部游览车 里面尸几个老人家在里面 那个浪捡走了 后来才发现四具尸体 三十六具都不见了 那如果有发布这种海啸的消息 那应该人家会避 不过 专家应该都知道 那个海啸的预测 好像到目前为止 准度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他没有预测 只有观测 只有观测 他没有预测 就是当这个一个地震发生以后 会不会起海啸 他就在太平洋大西洋很多的 外头有很多的那种观测点 看他有没有起来 有了以后就发布海啸警报 那是没有预警的 其实做预测的真的很辛苦 对 万一你说要小心就没有 他说危言耸听 万一你 好吧 那我就不要讲那么严重 你说你看报不准 害我们财产损失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这是蛮辛苦的 我以为你们去过智利 两位都去过智利 智利人是怎样的人 智利就是美国 在整个南美洲有所谓的ABC三个国家 那A就是阿根廷 B就是巴西 C就是智利 也就是原来其实整个南美洲呢 在这个经济或者他们以国力来讲 这三个国家 顶足而立 顶足 还有他们比较偏向是以白人为主 那么那以智利来讲 因为它的矿藏真的非常的丰富 在这个消失 被其他的化学合成的那些药品取代以前 那世界各地都要向他这个来购买 但是这个国家 那当然他们的这个 我们看到他现在是一位女总统 那其实这个智利他也面对了 就跟南美洲一直都共同面对 所谓通货膨胀的问题 可是其实上他还是保有着在原来欧洲移民的一些传统 所以如果你到智利你居住在那边 你会觉得很特别 他们家里都 一般的房子都会留一间房间的用人房 而且用人都还像在扎个辫子 还穿着制服 所以有很多地方 他甚至比欧洲还看得到 原来的欧洲的一些风貌 但是因为呢 他南北的这个差距 跟这个地理天文 整个水文的情形差别太大了 所以呢 在这方面 他的这个观光资源也是蛮不错 可是呢 在他整个的 就是说在这个交通网路上面 就是这个范美公路 范美公路就从阿拉斯加一直通到火地道 那其实就从北边这个秘鲁的纳兹卡 一直通下来 阿拉斯加 范美公路就从北美 那个阿拉斯加 然后那个 墨西哥 加州 然后墨西哥 然后一直通到 哥伦比亚 二瓜多尔 秘鲁到 秘鲁纳兹卡高原 还画坏了一些纳兹卡线条 一直拉到最后火地道 所以我们去火地道 这样开车要多久 哇 这个恐怕要好几万公里 好几万公里 怕是他自己也有4300公里 4300公里 再往上走 非常非常长 非常长 等于是从 从阿拉斯加远到西岸 不是 光是在他们致力 就等于是从韩国开到新加坡 对 对 刚刚那样的距离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就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到南美洲去旅游 其实有一个地方很不方便 就是它点对点都要坐飞机 但是它飞机又很容易误点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玩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以前规划好 可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就是很多都不如人意 那么到那边 其实我觉得南美洲的人 都蛮浩克的 因为浩平跟我们大家去 大概都可以了解 非常友善 因为他们非常友善 而且很热情 因为他们是被西班牙殖民的 所以他们有那种西班牙式的那种 拉丁民族的热情 而且他们的人非常浪漫 我们知道聂鲁达就是智利人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San Diego的时候 我特地跑去聂鲁达的故居看 但是没有你知道吗 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扑空那些工修 后来我们没时间我要离开了 结果我就碰到一个老伯伯 他过来的时候 你是来看聂鲁达的 然后他就看我念一大堆诗 这样子 都是聂鲁达的诗 当地的人对聂鲁达非常的熟悉 他们常在聊天就会加一两句 假如说我也是念过书认识字的 可是如果一离开都会去 他都会去非常非常的发达 可是一离开都会去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沉乡差距 非常的大 但是以前我们去那个地方 其实整个智利给我感受 最深的是自然景观 因为我以前有一句话 就是到那个地方去 你个人的孤独 会显得清晰而强烈 因为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好像到世界的边缘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跳的一种民族舞蹈 叫贵嘎 贵嘎是夹的手帕这样子跳舞 然后这个民族性就像刚才博欣讲 非常的乐天 而且非常的友善 很巧的刘社长 对板神大地震还没有印象 我记得好像1993还92 对哦 日本的那个板神大地震 差不多1993还9392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桥 整个都崩塌下来 但是我记得日本人在排队 买便利商店的东西 而且一个人只能买两样限购 然后他们是排队的 所以那个秩序让我印象 深刻 非常非常的深刻 灾后 他们是排队的 OK 可是这次智利这个是 抢的 那比起海地如果对比起来 那海地的更 可以说更让大家触目惊心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跟交易程度还是有关系的 海地那个交易程度 可能没有那么普遍 太差太低了太低了 所以一般来讲交易程度还是会影响 补生次力的程度 对 差距也大